好久不見的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高雄市長韓國瑜 在高雄市政府請假 一個半月後 終於回來高雄上班 韓國瑜回高雄的第一站 就先來高雄阿聯區 幫國民黨立委參選人 王明娇站台 只是民調越來越低落的他 台上不忘對支持者信心喊話 不要相信民調 民調基本上已經不可以相信了 我們要相信民心 我們在著我們國瑜鄉親 就向全台灣全世界證明 我們的民心 因為韓國瑜從10月16號開始 請假一個半月都不在高雄 閃過議會質詢 還被炮轟是落跑市長 當他請假期間 包含總統蔡依文 不曉民進黨大咖 輪番來到高雄造勢 韓國瑜開始回防高雄 第一站先來幫王林嬌 拉台選情 接著馬不停停 殺到岡山來加持黃韻涵 一連跑八場造勢 但是來的人潮似乎不如一席 沒有沒有沒有 是沒有動員到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 我們韓市長他今天 我們確定派立委的行程都要去 所以我們就說今天先把一些附近的居民 找過來一起來熱鬧一下而已 沒有像山山造勢那樣的擴大舉辦 除了民眾變少之外 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這一次也沒有現身 因為院長去日本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來這邊 然後我們也想說 盡量幫大家戳合一下 看能不能大家真的 讓國民黨團結一致 那我不排除最後 我們院長應該 他現在也是中國國民黨 他也沒有退黨 所以我們不排除說 將來可以請王院長 大家一起來站台 但是國民黨喊出八仙過海口號成真 韓維十二月起將重新回防高雄 造勢從早跑到晚 要拚選情就小雞 這個選舉其實很出名 剛才我們聽到韓國會市長說 我好想念大家 那個場地在我們高雄阿倫 那應該有很多 我們在地的鄉親會覺得 他真的講起話來 很多時候雖然人稍微 不過可以直達新坎裡 不過剛才我就一直在問 我們民進黨組織發展部的主任 問說你發現最近包括中共的這個共諜案 包括黃國昌立委丟出來的這個殺死案 似乎民進黨都沒有什麼丟核彈的狀況 很多人會幫著大家圍攻韓國瑜 這是現在民進黨的選戰策略嗎 是 因為這些什麼核彈 不知道從哪裡來 我們沒有辦法有這種神機妙算 因為選戰政最後的六週 民進黨的角色基本上是尋求連任的執政黨 不管是在總統或者是立委的選舉 你說實在能用的東西不多 你除了政績之外就是說那下一個四年 希望在這個行政的部分 或者在國會的部分有什麼樣的進展 這個訴求每個候選人都這樣說 不是 我說你哪有什麼妙招 我接下來就要講了 沒有妙招了 對 但是你看最近大家感覺到 妙招比較多的是什麼 其實郭昌兄那個還好 比較多的妙招可能就有人就會聲會引說 這個有關於共諜案 這個澳洲的共諜案 王立強案 這個又是民進黨撿到槍 撿什麼槍啊 幾個月以來的民調持續顯示的 不是 路後方不在 所以共諜案 民進黨沒有撿到槍 不是 甚至國民黨還說這個是 不是國民黨 國民黨的側翼還在說 這個一定有王立強拿了民進黨的錢 還會這樣子抹黑 還會這樣子做假訊息 那有可能的 所以你說沒有 第二個是妙招是韓故意的妙招 他還公開呼籲說叫支持者 唯一支持這個蔡英文 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招 我要強調的是 民進黨沒有妙招 就是穩扎穩打 為什麼 坦白說我們去年輸得很慘 完全沒有大義的這個本錢 所以你說你看待所謂的澳洲的 這一個王立強案 我們看到的不是說 這個案子本身具體的內容 去做妄加論斷 妄加的揣測 不是這樣子 他說這個時候如果遇到了一個真正要防止這個紅色滲透的時機的話 做一個負責任的執政黨 你有沒有辦法整合國內的民意去完成立法 第二個 你看到韓國瑜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蓋牌的動作 都不要民調都支持蔡英文 你看到不是什麼 看到不是自己的輸贏 你看到說這一招好像似曾相識 好像在去年喔 這個選舉的時候在高雄 剛剛看到韓國瑜回高雄 高雄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這個選權叫大家弄亂民調弄假民調 可能就會影響到賭盤 讓這個遙遙欲墜的韓國瑜的民調呢 透過不可測 你根本不知道他會來怎麼樣 把牌蓋起來 反正好壞賭一把 這個情況就可能讓接下來最後剩六個禮拜 南部的賭盤是不是要模仿去年的情況 叫特定的組頭派系農漁水利會的系統裡頭 支持韓國瑜的力量去進行高賠率的這個拉 這個下注的動作 所以民進黨的中央認為 真的有所謂地下賭盤 為什麼很多人都說 一直以來每年選舉的地下賭盤 都是黑白說的 所以民進黨的角色認為 有地下賭盤這件事 那這裡問南部的朋友 有帶來台南跟高雄的朋友嗎 帶來台南跟高雄的朋友嗎 今年人聽到賭盤的新聞嗎 賭沒有盤 臺灣的政党也沒有盤 這次千萬不要說 你說你就盤一千 賺五千 把臺灣的未來再盤一盤去 要特別注意 回高雄 其實我心裡面剛剛那個畫面 所以賭盤是有的 不是 我跟你講 有這個消息訊息的人 這是封閉系統 有這個消息訊息的人 千萬記得 叫五千拔 要趕快通報 我要補充一下高雄的情況 剛剛畫面是在高雄 去年高雄這個情況 高雄的民眾 你想看看 看那個時候有叫盤嗎 現在你想看看 韓國瑜等於高雄是要做什麼 這次選舉 總統選舉高雄是心臟 是心臟 為什麼是心臟 因為最痛心的人 也是在高雄 高雄市民這一年來 是怎麼痛心的 選了一個市長 三個月之後宣布要選總統 現在他等一下說 他說要努力要顧盤 顧什麼盤 到底是在顧什麼盤 你整個心臟去的傷心了 他選擇的時候 跟你說三年抱歉 三年抱歉 三年抱歉 抱歉 昨年抱歉 要在賭 要和解嗎 我要這裡要公開的講 高雄市的選情 確實是影響 總統大選 非常重要的心臟 指標 非常重要的指標 希望高雄市民集中選票 下架這一個政治復興漢 是 不能再被騙了 拜託 我簡單補充一下 其實我覺得 韓國瑜他有說 他的陣營有說 應該是不知道 潘恒旭憲策還是怎樣 就建議韓國瑜 最後一個月的時間 要回防高雄 就是說如果說 高雄還可以贏的話 那看起來 韓國瑜的這個頹勢 就不會倒得太慘 可是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跟去年的情況 有點不一樣 大家知道去年九合一狀況 誰最挺韓國瑜 誰 王金平啊 三三造勢 幫他出錢出力 幫他摳人摳錢 這大家都知道事情 王金平的盤算是什麼 他就是因為他要選總統嘛 他希望把韓國瑜 拱上高雄市長之後 韓國瑜可以投桃暴離 去幫老王來選總統 結果後來呢 老王發現說 哇你韓國瑜自己做大之後 原來是你自己要選總統啊 老王現在是一場空耶 對 所以王金平到現在都還沒有在表態 要去幫韓國瑜嘛 所以這筆帳 不可能有這麼快的恩怨 就可以消除的啦 所以韓國瑜第一個 就少了這個王金平的支持嘛 這個就差很大了 那第二個他又少了誰的支持 就是楊秋昕 楊秋昕 雖然你說在這團勢力 他在高雄 至少他還是曾經有 在高雄縣 他還是有地方一方之霸 還是有啦 對 可是你要知道選完之後 楊秋昕整個跟韓國瑜 整個大翻臉 決裂啊 對啊 還罵他耶 當時講說這個韓國瑜 最先講說什麼 報女人 有小三喝花酒 什麼什麼 就是楊秋昕啊 搞到現在 韓國瑜到現在 連楊秋昕告都不敢告 楊秋昕一直講說 你來告我 你來告我啊 結果他就告了 這個陳鴻昌他不敢去告楊秋昕嘛 楊秋昕講的還是現在進行事 所以你說當時楊秋昕 這麼的鼎力去幫韓國瑜 結果你看兩個最親密的戰友 通通都翻臉 那你在講說這個 現在還有 他有一個雪上加霜的 是罷函行動 韓國瑜去年在選的時候 也沒有罷函啊 現在當然他還沒有選上 持續進行當中啊 對 現在是引力他們 就是要找一個We Care 就是12月26號的時間 12月21號 他要罷函啊 對那你說在選前 這個罷函的這個 這個這個氛圍 又開始在高雄延燒 那現在又是講說 韓國瑜是落跑市場 所以我認為啦 韓國瑜在去年的 那個氣勢跟今年 是已經沒辦法比了啦 袁氏議員 你怎麼看 感覺上有時候跟你聊天 就真的發現到 你雖然是韓辦的發言人之一 事實上你跟候選人 本身不太熟對不對 也不會 那你們熟在哪裡 怎麼覺得 有時候他講一個 你們又回答那個方式 所以常常會覺得 好像他們link連結不起來 我覺得現在反正在社會上 就是大家喜歡各說各的 就像剛剛大家質疑的 剛剛那個沙石案 也是各說各 你說你的 他明義姐講 明義姐這邊這樣 房產案 你講你的韓國瑜 講韓國瑜的這樣子 好 韓國瑜當然是 我們剛剛跟他講是一樣的 但是不管我們怎麼解釋 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 我們的說法嘛 然後就會回過頭來說 你們沒說清楚 但實際上 我們都已經說清楚了 房產的部分 也一次公佈了 雖然大家會挑毛病說 可是你們公佈一開始 平數有縮水 但我們也是立刻補正 所以我們盡我們所能 盡量把他說清楚 可是就會有很多人講說 你們沒說清楚 那到底要說到什麼程度 才是說清楚 現在大家就說 一定要韓國瑜跟李嘉芬 本能出來說 才是說清楚 一定是你們講的 大家覺得無法被說服 才會說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那就是變成有功 沒有通 這就是立場的問題 就像黃國昌 現在質疑我們 這個沙石的問題 我們覺得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黃國昌就一直覺得 我們說得不清楚 還叫韓國瑜跟他辯論 我說句實在話 韓國瑜幹嘛要跟你黃國昌辯論 韓國瑜現在選總統 韓國瑜要辯論對象是蔡英文 是宋楚瑜 不是你黃國昌 你現在去叫囂 下勢對上市 目的只是要拉抬 時代力量的選情而已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理你 所以在我們 韓國瑜沒有去跟 就是不理黃國昌就對了 韓國瑜在沒有跟黃國昌辯論之前 黃國昌永遠都會說 韓國瑜說不清楚 那我們一直理他 就是中了他的忌了 基本上選舉 現在不是還有剩400天 是剩40天 如果我每天要去理黃國昌 我們選舉都不用選了 那所以我要回過頭來 剛剛慶豐質疑我們說房產 也質疑房產說不清楚 也說那個什麼稅的問題 對 無法稅給大家清清楚 我在講 我就退一萬步好了 我就認同你講的 說不清楚好了 這個就算說不清楚 跟辯論國正也是兩回事 如果說蔡英文認為 韓國瑜沒有說清楚的能力 那來辦一場辯論 不是剛剛好而已 你直接在辯論場上 痛電韓國瑜 讓大家覺得 韓國瑜對國正不瞭解 那你本來今天總統 你不管你的對手有多弱 你就是要站在辯論台上 那現在辯論怎麼回事 現在 這部分我簡單回應 其實說不清楚 不是民進黨有意見 不是 是誰有意見 不是 我真的不是民進黨有意見 譬如說房產的事情 我們都不用倒帶回去講細節 可是因為宇言之是韓辦的發言人 我想宇言之在開記者會 跟在這段時間裡面 大概應該是不知道這個房產問題 有逃漏稅被罰全的事情 那就是人家會疑惑 不是李慶豐或民進黨要去攻擊 不是 這是第一 第二個 我講的 再進一萬步講好了 講所謂澳洲的這個共諜案 王立牆 講那一些影射民進黨操作 怎麼知道 這是很無聊 那個人受媒體訪問還指控說去年年底 資助韓正營兩千萬 怎麼不去告呢 怎麼不去告呢 我的意思說這是民眾的疑慮 不是 譬如說我今天是一個政黨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民黨去攻擊他 這是一回事 至於辯不辯論 其實只要回應一個東西 其實歷屆的總統大選 都會有總統證件發表 而且是透過電視媒體公開 向選民來進行 至於證件辯論 都會有民間的媒體集團 來邀請兩方陣營或三方陣營來協調 時間未到請好好準備 請韓國瑜陣營好好準備 但是我要提醒一點 韓市長是連到市議會接受 總質詢都回避的人 現在光是講那些什麼 敢不敢辯論 什麼要不敢辯論就認輸 我覺得都成口舌之快 議員剩三十幾天 那不然要到什麼時候才要辯 你三十幾天 大家討論完 社會還要再討論 還有回應嗎 一場辯論 兩場辯論 一直去扯說 他有沒有去總質詢 或者其他案子都不相干的 就像蔡英文總統第一次被人家問到說 要不要辯論的時候 他態度也是這樣 我們請韓國瑜先去做功課 好嘛 那就來便便看 你就知道我們有沒有做功課了嘛 所以我覺得外界期待還是要辯論 再講再多都是藉口而已 可是我原諒你要考慮到韓粉的心情 他如果連自己的事情都講不清楚 連市政都講不清楚 你叫他現在馬上場 OK啦 放心啦 我們做好準備 好好的準備比較重要 這個不用替我們擔心啦 就辯論廠商見真章啦 辯論廠商一般認為 韓國瑜的口才變極 蔡英文總統比較保守 所以他們打這一招 一直不斷push民進黨這邊 我們怎麼接招主任 好 這麼說 如果假設今天原資跟我是候選人 如果我的口才的方面 確實不如原資 那當然也許我會略據校風 我是說如果是這樣 但今天回到總統選舉這件事情來 我想是嚴肅的啦 大家嚴肅的看待 三四年來臺灣面臨是什麼處境 過去遭受到怎麼樣挑戰 未來的四年要怎麼走 更短的一點來看 看今年臺灣是怎麼樣的處境 從習近平元旦的發言 香港局勢的發展 到接下來這半年裡面 總統選舉裡面 我們看到各種危機 我覺得選民會有清楚的判斷 恐怕也不適合用口才 或者是所謂的金句 你知道講梗 講媒體的標題 講金句是韓國瑜擅長的 不管是什麼毛 不管是什麼眼 或者是不管說奇奇怪怪的話 他都會講 但是這如果是我們選擇 總統的標準 我想也認了 這就是民主的過程 跟可能會產生的結果 但是我對他的民主有信心 要辯論 好好準備 有得等好不好 主任看來韓國瑜最後一招是 請蔡英文總統跟他辯論 他認為以韓國瑜的口才辯輯 在形象或整個呈現的部分 也許會讓蔡英文很有難力 我要我補充一下 是這樣嗎 我要我補充 我們是認為說 選戰主軸應該拉回國政的討論 之前的確是在討論很多 我覺得不相關的事情 像共諜案 其實共諜案 我講過很多次 韓國瑜如果放到選舉的架構 韓國瑜是受害者 他這個這件事情有兩個層次 國安的層次跟選舉的層次 國安的層次當然要去查 如果有共諜 大家都會緊張 對不對 大家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國安單位趕快去查 可是如果單純論 對選情的影響 當然是韓國瑜受影響 因為王立強就直接指控韓國瑜拿了兩百八十萬的美金 是中共給他的錢 這會有對大家來說有負面的印象 所以我們會比別人更緊張 韓國瑜是受害者 那共諜案到底怎麼樣 我相信在選前都不會有說清楚的一天 都會呈現各說各話 沒關係 待會下段回來之後 我們就特別來講共諜案 因為會從很多我們知道的一些資訊 再加上韓正營這邊質疑的地方 我們雙方來互相交結 來了解 不要讓國民黨覺得緊張 也不要讓民進黨覺得撿到槍 讓觀眾朋友看到真正的實情是什麼 稍後回來 雖然說這三天大家都討論韓國瑜在園林當地 這個沙石的這個問題 有人說有什麼上禮拜說到這樣 好像一切都細節很了解的 這個中國的共諜案 王立強的案子怎麼沒有後續呢 有 我們要繼續來看 請問今天為什麼那麼多的國際媒體都說 這個王立強真的怪怪的 說是有點類似是鬧劇一場 但問題是如果我現在講鬧劇一場 當時又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篇幅 而且是非常多有公信的媒體 大量去報導這個所謂共諜的案子 問題出在哪裡 最有趣的地方是報導王立強 這件事情有爭議的外媒 最多的就是澳洲當地的媒體 那我有跟澳洲當地的這個學者跟朋友 去求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張教授 張老師這很簡單 你們台灣有紅色媒體 我們澳洲也有紅色媒體 這一些報導王立強基本上是假的 口信跟北京一致的澳洲當地的媒體 他說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 公信力基本上都不夠 沒有什麼前八名前十名的 報導他是真的都是像第九頻道 九十分鐘或是像其他的媒體 第一個 所以結論是報導這個事情的媒體 並不承入我們之前認定的是大媒體 沒有 我是說報導他是假的 報導他是真的基本上是主流媒體 那報導他是假的都是爬糞報 或者是他請中色彩非常嚴重 其實很多朋友不知道 澳洲人為什麼很關心台灣的共諜案 因為他們也是屬於被中國滲透 或是被紅色勢力搞得亂七八糟的重災區 很多人跑去住澳洲 對 尤其是2016年澳洲的電視台 還拍了一個很有名的劇 很多人會追這個劇 我一直在很多節目推薦 就叫秘密之城 Secret City 他的內容 澳洲人看了這個王立強之後 都魚有七七焉嘛 因為這不就是把我們日常生活中 所認知到的事實 拍成戲劇化的方式來做呈現 他為什麼也可以了解台灣現階段的處境 因為澳洲今天台灣明天 好這第一個 第二次我覺得國民黨的態度非常有趣 因為現在就說共諜有辦就辦 可是這三年以來 來我來為大家整理一下 老共是不是第一天滲透台灣 當然不是 但是呢在2013年的時候 有所謂對台三戰 輿論戰法律戰跟心理戰 基本上作為滲透最主要的這個路線來源 第二個2017年 美國就已經有所謂的瑞實力的報告 點名愛沙尼亞以色列台灣啊 跟澳洲啊 是被人家滲透顛覆發展組織 導外你社會的重災區 那最主要的來源就來自於 阿拉伯國家攻擊以色列 中國呢攻擊澳大利亞 還有台灣 然後俄羅斯啊就干擾啊 愛沙尼亞的民主 這是客觀事實 但我過去講這些時候 國民黨的人或是來源人士啊 大家都說哪有可能 那都是你們自己想像的 好接下來 今年6月份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這個裡面 就針對九合一大選 特別是點名說高雄 的選舉啊 有多少境外勢力 網軍跟水軍的干涉 我還記得那時候呢 這個寒天電視台說呢 這是無稽之談 好 請問民進黨政府啊 有沒有告訴大家這事實 蔡英文總統在今年元旦的講話 告訴大家有四個必須跟三道安全防護網 那三道安全防護網 其中一道就是資訊安全防護網嘛 好 還有國安會啊在8月份的報告啊 告訴大家中共有戒選策略嘛 這個戒選報告裡面也講的非常清楚啦 說呢老共透過軍事的威責 外交的打壓 經濟的勒索 然後呢還有呢社會的對立 社會對立的部分呢就是透過代理人 透過呢各種紅色的力量 那我覺得國民黨當然啦 民主政治好的地方叫做呢 良幣驅逐劣幣 只要是有票或只要是對的事情 只要是對的事情就會有選票嘛 講的比較淺白就是你剛剛說的 就像透過公廟 透過學校 透過什麼學生 什麼藝術交流 體育交流 音樂交流 等寫 這些東西是比較 可能比較明顯的一些方式 用這個方式來滲透紅色的力量 你剛剛意思是這樣嘛 對 而且呢我要補充剛才慶豐主任所說的 說那個地下賭盤 雕查局最近來破獲兩筆 八百億的地下匯隊 這些都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那我剛才說 也是中國的錢來影響地下賭盤 對 影響地下賭盤 所以你就是這個東西 是 他說是地下匯隊 這地下匯隊最大重當是地下賭盤的資金嘛 你走好討基本上敢開賭盤 對不對 敢開就敢賠得起嘛 我的人給中國來錢 米來我就收啊 這是一個嘛 那另外一部分我剛才說 國民黨態度過去針對共諜案 紅色滲透 完全否認 基本上是完全否認 那現在OK啦 因為我說向欣夫婦啊 在台灣了嘛 原來穿梭這麼久了 對對對 他潛伏這麼久了 大家可以裝容作啞 或是呢 面對101啊 這個所謂的駐金辦這個代號啊 視若無睹 那我覺得國民黨現在態度就是 且戰且走 對 簡單來講 有些話不好說 有些話說不好 袁次議員 那到底有沒有紅色力量 以國民黨的立場 國民黨執政過啦 如果有紅色力量的話 我相信國民黨執政底下的 國安單位也會知道啦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更關心的就是對選情的影響 因為共諜可能就是一直存在 他也不是最近才出現 所以一直有嘛 或許就是也有啦 或許也是有啦 只是時常時弱這樣而已 對啦 中共可能也想要介入台灣的選舉 一定有吧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有沒有用的問題 有沒有用的問題 就是說現在台灣的人民 經過了幾十年這樣民主的洗禮 有沒有那麼容易被受影響 我覺得台灣年的選舉啊 基本上國民黨拒絕承認 說有外來勢力 那就是把台灣人當混蛋 你說去年韓國瑜當選高中市長的部分 其實就已經有監獄 我不能說台灣人去年都是笨蛋 但是是資訊不充分的狀況之下 很多假新聞嘛 被影響 無法判別嘛 我認為台灣人沒有那麼容易受影響 就像韓國瑜一直被指控說 進到中聯辦 很多人說你進中聯辦 你就是支持一國兩制 但是韓國瑜的態度是說 我跟他們在裡面 誰影響誰還不知道 那你就不要去啊 我今天跟你在一起 搞不好你還被我說服 馬英九跟朱立倫去香港訪問 都不去嘛 那個是因為那個標籤在那個地方 代表就是中國 不入虎雀淹入虎子嘛 我可以影響你嘛 就各自解讀的問題嘛 所以我覺得也不需要把共產黨 形作成好像那種孔共牌打成這樣 所以原資議員剛剛也說 的確有紅色力量 只是一直都潛伏在很多地方而已 所以包括我們說宮廟 包括學校 甚至他用錢買媒體 這個只要有這個我也不需要 去devent這個事情 因為我也沒有證據說他有或沒有 但是我覺得有或沒有 那是一個層次的問題 主要層次是今天對選舉的影響 因為王立強直接指控韓國瑜 拿了兩千萬人民幣嘛 這會加上民進黨對國民黨的模紅 就會產生一個連結嘛 但是問題是這件事情是 都沒有任何的證據出來嘛 完全沒有證據 尤其是現在民進黨政府聲稱說 透過五眼聯盟 取得王立強的十七頁的自白書 那這自白書取得之後 我可以發現蔡英文總統 從第一時間談到王立強 這個事情到現在談到王立強的事情 的確是講得越來越軟 越來越中立 他在第一時間談到王立強的事情是說 如果深入調查心虛的不是我 那是誰 這個調查下去誰會心虛 你現在對手就是韓國瑜 所以這個事情調查下去 韓國瑜會心虛嗎 那你這個是不是影射 因為民進黨知道共別案對 不是啦 這樣的解釋啊 雙方都會成立 你說叫心虛 我說叫中立嘛 如果蔡英文這時候 表達高度的關切 你就要說國家機器 又會說劍列心虛嘛 這個絕對是有影射跟操作 第二天講說 絕對是有影射跟操作 他意思是這樣的主題 他絕對是有影射跟操作 心虛的不是我 那心虛的是誰嘛 那第二天呢 他說為什麼有些人 有些人 這麼簡單嘛 為什麼要分藍綠呢 心虛的一定是中國嘛 因為蔡英文沒有講心虛的是我嘛 你也可以這樣解讀啦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解讀會是 心虛的是韓國瑜啦 那第二個他又講說 忽然為什麼有些人 老是要以大陸的說法做評斷 然後再來呢 他說不要做政治操作 隔一天他說 不要被過度政治化 然後最後他說 由執法人員處理 沒有啦 如果第一天就講 由執法人員處理 代表說沒有人想要去操作 這個事情 讓證據來說話 但是第一天呢是 心虛的不是我 這就有影射跟 政治操作的用意嘛 心虛的是中國啦 所以那個是 李超老師的解讀啦 這真的真的是比較 不好的一個發展 因為剛剛原志一直強調 他在意的是選舉 其實澳洲的共諜案 全體與國人在意的 應該不是選舉 我說國安的問題 大家都支持 我知道 但因為現在選舉剩40天 當然會對選舉 所以我要回應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的發言調性 會跟大部分國人關注的 會不一樣 因為焦點不一樣 因為焦點不一樣 重點 共識沒有 因為今天我們是因為選舉的關係 我們才會在這邊討論這件事情 讓我回應一下 讓我回應一下 正因為我們關注的是 比較偏向國安的層次 所以你一個 蔡英文他是總統沒錯 但他也是總統候選人 所以你會從候選人的角度去看他 可是他今天是一個總統 你剛剛說的 說什麼信息率不是我等等 因為他不是指控蔡英文 他為什麼要心虛 現在重點是蔡英文 從頭到尾總統 唯一調性 一致的調性就是 不要妄加論斷 請你們仔細去看一看 就是說我們的 我們的情治單位跟情報單位 要積極地區隔澳洲的 這個情報單位取得相關訊息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妄加論斷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 我這樣子回應 我想是視頻八文 原子你要負責任來看待這個情況 不要凡事用選舉去解讀 我再強調一遍 我們觀眾朋友大家看 民進黨當然一定要反省 但是這個東西發生在澳洲 我們沒辦法去操作澳洲政府 有什麼理由在選舉 原則上割英文是穩定冷靜的狀況之下 我們去操作這個呢 會記得的人是什麼人 當然是中國啊 那我剛才在前一段節目 我也勸過言之 其實說實在 如果是我被指控說 我收了兩千萬人民幣 我跟你講 黃律師就在現場 我就提黃律師跨海提告 他有說要告啊 告了沒 他有說要告啊 我說告了沒 他說如果他來台灣就告了 所以我們呼籲 台灣政府趕快給他這次庇護 讓他來這邊辦 我跟你講韓正銀子非常奇怪 是說 該 我覺得為什麼都是被指控 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們國家為什麼會變這樣 該律師在這邊 我們現在法律師要被指控 我們現在針對的不是民進黨 國民黨之爭 原則不是民進黨國民黨之爭 是一個外國人指控韓 所以我不是我們兩個爭執 那他拿證據出來 拿證據出來 不是我們兩個爭執 他有證據就拿出來 不是你先聽我講 不是我們兩個爭執 所以韓國瑜應該去告他 而不是像有的韓辦說 哦 這是民進黨的錯 民進黨政府應該派人去 澳洲把他抓回來 這笑吊天底下大雅 那清風總的問題 那為什麼民意的側意 都是講說韓國瑜拿錢 他是中國人在澳洲尋求庇護 我們去抓人 人就抓回來嗎 OK 好 這個先停 那提到剛剛那個部分 其實講到那個對 就算就算要講到選舉的影響 就算要講到對選舉影響 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 韓候選人跟國民黨的回應 因為其實如果是站在整體國家的立場的話 對選舉影響就會降低 譬如說 如果今天韓國瑜陣營 如果這件事情指控為真 如果是指控為真 你在韓國瑜 否認是假 你這不是真的嗎 這件事情不管是哪個陣營 都不應該發生這件事情 那衝擊就會變小 可是我們看到 大概不是這樣子 譬如說他要去開玩笑說 揭露的媒體是小牙籤 他會去做這種回應 這很奇怪 非常非常奇怪 接下來會去指控說 這個可能是配合民進黨收買操作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 那國民黨也是一樣 對這件事情的立場 都是站在 剛剛原子說過的 不是蔡英文總統講的 是大家聽到說 都是站在中國的立場 說這個是一個詐騙犯 說這個是八卦媒體 說這個是假消息 我再回復一步 蔡總統的基本立場就是 不要妄加論斷 這是一個嚴肅的國安問題 所以紅色媒體 到底有沒有影響台灣 其實一直也都有 我們稍後回來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 帶你來看到 今天下午 蔡英文總統在輔選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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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需要大家再聽我一次 新北市是全國第一大的直轄市 新北市一定要贏 新北 台灣就贏 大家說好不好 這場選舉 我們不只是總統要贏 我們的立委的席事也要贏 這一次 我們在新北市有12名戰將 第一選區 四年創奇蹟 孫林有成績 我們的呂孫林 第二選區 敢堅持說真話 我們的超級戰將 林樹芬 第三選區 很感謝 用性命在拚 跟我做同一支船的 余天余大哥 第四選區 顧台灣的做事 繼續衝 繼續拚 吳秉睿 第五選區 回座市有表現輸巧會 第六選區 又是一個未做事的戰將 張宏祿 第七選區 板橋無線 正在實現羅智鎮 第八選區 問政化領域 建設全國方位 我們的江永昌 第九選區 年輕抗體 雙殼換新 蔡慕林 第十選區 我們基層實力 最雄厚 服務最認真的 吳其名 第十一選區 都會記的 就叫做明進再興 張明佑 第二選區 看過你就不會忘掉 全國年紀最輕 最有活力 敢衝敢拼 賴平 我們這十二個戰將 我們這十二個戰將 就是我們第一次在新北市的臺灣隊 我們要總統聯任國會過半 大家說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總目標 要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全國人口第一名的新北市就是第一個指標 我拜託大家 我們把總統的票衝高 我們立委全力黨把票衝高 新北市的歌要開出來 國會就會國伴 大家有沒有信心 當然我們還有一張票 叫做政黨票 我看你們現在都聽了很多 都知道了 政黨票投給誰 民進黨 太大聲的 民進黨 主席要不要出來拜託一下 他敢下一場去了 我就代替主席 謝謝大家支持我們的民進黨 我要拜託大家 一定要集中選票 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的母會能不能過半 不分區哪幾席就是關鍵的 我催你們拜託一下好不好 台灣鄉政議員 誰說這個中國共地案小洪 其實一直以來 不管是各政黨的民意代表都知道 紅色力量其實在台灣 到處看得到 但是只是變成是 我們台灣的鄉親 大家能不能夠正視 還有這個所謂的紅色力量 影響我們台灣的選舉有多少 不過事實證明 大家看得出來 紅色力量多多少少 有入侵到媒體裡面 也就是因為如此 入侵到媒體 講出來的話 就可以感覺到 紅色的力量很強 確實 在去年的選舉的期間 其實你看到美國 不管是他的國會的調查報告 或者是AIT的主席 莫劍 都特別提到說 台灣有假訊息 透過這個新聞 在干預台灣的選舉 還有網軍一堆 這個網路上有海量 你看台灣什麼時候 一則說直播 或者上傳一個YouTube 可以有上百萬人去點 然後衝到第一名 去年有很多異常的現象 這些異常的現象 不是只有台灣的國安單位 其實連美國 我剛剛為什麼講AIT的主席莫劍 或者是美國的國會調查報告 亞太安全的調查報告 都要特別提到說 提醒台灣人要注意 因為正有假新聞 假訊息境外勢力 在干預台灣 而且律師 像以前我做挑戰新聞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一個軍事的一個專題 一PO上去之後 說收看的人是破百萬 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破百萬 都是假的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以為是中國的民眾翻牆 來看我們的影片 這個也不能排 我們一直以為是這樣 覺得還不錯 反應很好 這個節目 應該是說 他跟選舉 可能比較沒有關係 中國關心台灣 如果說他的網民也好 或者他關心台灣國防情況 也很常見 所以這可能不見得跟選舉干預有關 但是在去年選前的 這個大量海量的這個出現 不管是假訊息 或者是這個不尋常 這個不尋常是連美國的 這個AIT的主席莫劍 都還特別提醒台灣 那這些情況到今年為止 其實更加的明確化 是因為王立強的案子 王立強的案子 他是目前中國 把他定調是詐騙犯 國內馬上就有媒體 或者是所謂的國民黨主席吳敦毅 跟著去定調他是詐騙犯 跟著國際媒體 我剛才特別提到 不只是澳洲的主流媒體 美國的紐約時報 荷蘭的人民報 英國的金融時報 法國的費加洛報 這是國際上面的標準 上面看起來是這些大報 這些甚至有的百年的這種名譽 在裡面 去報導這個事件 難道他們都是配合在詐騙嗎 所以這個這種 我說這種國內這種指控 就配合中國定調說是詐騙犯 我認為是非常荒謬的一個講法 王立強案有哪些是真實 有哪些是假 當然要進一步查證 但是他的這一個所謂的 間諜的身份 在國際上面的看 包括澳洲的那個 情治單位在看 他不會一次就把他排除說 這個就是毫無價值 這個就所謂的是詐騙 或者是鬧劇 所以王立強不是鬧劇一場 如果是澳劇一場 那紐約時報 美國紐約時報如何自處 如果他是鬧劇一場 荷蘭的人民報如何自處 他們要拿出更多的後續 告訴你不是鬧劇一場 所以我說這些英國的金融時報 你要他說我賠掉 我去配合演一個鬧劇 然後為了做台灣選舉的操作 你覺得有可能嗎 他氣不過吧 這個東西有可能嗎 所以其實正常的邏輯來講 是一個王立強 他現在在尋求政治庇護 他可能會講一些大話 他會講一些大話 是因為我要尋求政治庇護 我要講我很重要 一哄哄啦 那我會提出很多資訊 我會提出很多證據 但是他有參與到的部分 可能就只有一部分 而且他可能不見得是核心 但是他知道整個過程 所以台灣才會去辦說 所謂的向心 才會跟著他的這個脈絡 去開始找可沒奇怪的金流 最近網路上面 其實就有一個很清楚的情況 你會發現到說 過去好像有很多的 不管是網路的帳號 甚至連挺韓的粉絲團 都突然叛變了 那這個叛變的情況是什麼 媒體就進一步去問這個粉絲團 這個粉絲團的小編說 因為過去有一個人給我一個月多少錢 然後要我貼文章 那這樣子 這個案子爆發之後 給他錢的人不見了 網路這麼多假的東西 連粉絲團都是假的 這個挺韓粉絲團 後來他都PO了一個文說 他不要再做違背 所以韓粉絲團也是假的 然後這個事件有沒有效果 你如果去看PTT 過去開始陸陸續續 在選舉期間陸陸續續有奇怪的風向 最近那些奇怪的帳號又有點停擺 王立強之案之後 他當時王立強他承認說 有公司二十萬的網軍去年影響選舉 如果是二十萬的帳號 在今年投入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這二十萬是挺白的 現在網路上面 不管是我們剛才講到挺韓的粉絲團 突然叛變 乃至於PTT上面 或者是所謂的那個臉書上面的帳號 就不會那麼異常 所以現在這個所謂的假帳號的情形 有比較小紅 是這樣嗎 應該這樣講沒有錯是說到目前觀察來講 當然不能排除 會不會有新的帳號加入 因為我們知道說 一般你辦刑事案件 如果是像共諜或者是廢諜好了 就是說他是間諜案子 他很多是單線操作 他不會說我這個是 我這個跟這個這個單位 全部都是連在一起 單線操作 所以這一條線路斷了 會不會有其他線路再進來 這是我們國安的方式 換個不同的身份再進來 對 這個是我們國安單位 必須特別注意是說 尤其像間諜的案件 他常常出現的都是這條線路斷了 下一條線路再用副取代的 另外一個特別要回應剛剛 呼應剛剛這個李主任講 到底有沒有賭盤去影響台灣選舉 其實在11月2號到3號期間 我們的刑事警察局破獲在台中的 這一個中資成立的公司 網路公司把資金賭資百億 然後目前已經進出的有六十幾億 抓到了 抓到了 目前破獲扣壓的電腦是二十幾台 中資的賭盤的公司被抓到 這個是我們的刑事警察局 目前已經發布新聞 抓到了在台中的公司 這是硬體的 那從去年選舉以來 我其實還要講一下說 我們的檢 最近這段期間 王立強的案子完了之後 有調查局的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真的是很無辜 為什麼無辜 很多人罵說 你看你們情資單位 你們國安單位都沒有認真抓 其實他們還是有在努力 他們表示意見是說 他們有在努力 所以我還是要講一下去年的選舉 還是有陸陸續去抓到賭盤 剛才講到 就是有紅色的 高雄 嘉義 台中 到最近的桃園 都陸續破獲賭盤公司 而台中這一間 他資金最大 因為他是中資成立的公司